狐狸在森林的入口处开了一家饮食店 开张那几天啊,生意非常火爆 为什么呢?不仅因为这里是交通要道 更是有一只鹦鹉在门口不停地高声唱 本店明天吃饭不要钱 本店明天吃饭不要钱 有一天,山羊路过这里 听见鹦鹉唱的歌以后很高兴 第二天一大早就赶来了 他大摇大摆地走进殿堂 要了许多美味,饱饱地吃了一顿 吃完后,他起身正要走 小鹿伙计来收钱了 山羊很奇怪,正要问问 突然注意到门口鹦鹉唱的还是 本店明天吃饭不要钱 本店明天吃饭不要钱 山羊明白了 他永远也吃不到不要钱的饭菜 因为那是明天才有的 他走进饭店时只能是今天 看来啊,上当的还不止山羊呢 所以,狐狸的小店红火了一阵以后 就越来越差了 鹦鹉虽然照样唱得起劲 但是啊,谁都不肯在今天 走进去吃一顿了 山羊上当了 却反省到了自己的缺点 自己过去有个啥打算 总是推说从明天起 结果啊,很多天过去了 事情还没有开始 这次受了教育以后 山羊一旦下决心要做啥事 从今天就开始动手了 小朋友,山羊的故事告诉我们 千万不能明日复明日 一切都要从今天开始哦 小朋友,山羊的故事